那我们西游会议录 这个西游会议录 好像最近大家都比较关注 也许可能里面有一些怨气 不管怎么样 和免得法网的教言还是很重要 那天跟坑波这边也是请求呼呼 可能今年想就讲一点 里面的一些教言 然后有些没有得关注的话 也不太方便 所以这次看能不能完成 所以这次的话 应该得过关注的人 后面的部分接触 或者说是学习的话 就是更方便 今天大家都应该得法方面 应该比较满意的 我们这个西游会议录 它就分了四个站 那么现在第一站是夏威夷 就是贺华一 就是他疑问当中是 这个他们就是这个 我照片上面是应该是现在 它的一个海边的一个就是边上 就是其实到了哪里的话 那就还是非常大的 然后我们就是前面的最近讲了嘛 就是就坐了七个小时的这个飞机 然后呢就是最终就是到了这个夏威夷 就是应该是从东京飞的 就是当时我们是 然后呢就是这个美国夏威夷的话呢 就是实际上它这里脏霸 这个引起的风波 就是这个夏威夷呢 就是非常迷人的一个海盗 就是在那里有许许多多的名人 就是喜欢就是去度假的 以前就是历史上是就是特别多的 包括有些演员啊 包括有些这个政界人士啊 企业家就是这些的 包括现在什么阿巴马 就是就以前前任这个总统阿巴马的话呢 他那边也有也有房子吧 就是当时他好像去那里的时候说什么 就是说拿罪人的钱 就是他们就是也是开始说他嘛 就凡是这里 现在也是就是这个哈威夷是像天堂一样的 就是就是特别就是人们去 就是到了那里以后确实感觉还是有很好的 因为这个呢就是之前的时候 我们也听说过就是那里有什么 予以从众的这个坛相邻啊 就是坛相是一般印度南方才有的 但是在那里确实他那个坛相邻 就是他他他他那里有 还有这个蜜蜜的那种红色的这个酸胡椒啊 还有这个阴白色的这种沙滩啊 碧烂的这个大海啊 还有呢就是确实这个像印度一样的 偏偏其呼的空隙啊 包括特别温和的海风等等 然后呢就是特别喜欢这个声音啊 就是特别就是觉得很好的 但是在这个飞机上呢就看着那个地图啊 就是当时我去的时候是有一个是美国地图 就是有哈文表的就是还有一个世界地图 因为不像现在 现在的话呢去哪里就是你用可以这个翻译软件来就是按一下 或者说是你可以在网上这个收一下 包括现在飞机上也是国际飞机的话呢 基本上是上wifi就是交一点钱的话呢 都在飞机上可以上网 所以现在很多人就是就是上了这个飞机以后的话呢 就是直接就是看电脑就是就没有什么啊 就以前那个上飞机的时候要飞行模式啊这样的 但现在很多国际飞机的话呢 就是飞行模式也不要 就是就直接可以上来翻 那个时候没有这样的 就是所以就是一直是拉着这个 包括我们在成都过去过来的时候 也是经常拉一个大大的这个地图 就是就这个什么到一个城市的时候 那个城市的地图 现在这些讲起来可能你们年轻人觉得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确实我们的人生当中有这样 然后在地图上面看的话呢 就是这个好威仪呢 好威仪呢就是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小的 就是就像一个就是特别特别 就是一个小虫就是落在一个这个 茫茫的这个大海里面养的 你们看一下我飞了一个 就是那个好威仪的整个那个 夏威仪的整个那个海盗的话呢 就是在一个大的这个地图上都根本看都看不到 就是那边有稍微有一个灰白色 的这个东西啊 就是这个时候呢 好像令人有一种这个孤独也好 害怕的这个感觉啊 到了这个海里面的话呢 因为从日本那边就是飞到就是几个小时 然后从这里就是飞到就是最最最最比较便的 那个像距禁山那边的话呢 也是要五六个小时 就是这样的话 就是一直在海上这样飞的时候呢 还是有一种不同的感觉啊 包括去了那个新西兰和那个澳大利亚的话呢 就是也有这种感觉就是就在那里 如果边看不到的时候呢 还觉得还可以的 有山有水还可以的 然后到了海边去的时候呢 一看一下地图就觉得可能好像啊 就是这个是怎么会这样呢 尤其是我们是基本上这个就是小的时候 从来没有看过大海的就是最多看过一些小湖的人 就是然后呢 就是到了大海旁边的时候有一种恐惧感 然后就这是到了这个就是夏威夷啊 就是这是到了夏威夷 然后在这里过海关海关的时候呢 就是发生了一个比较特别的这种奇怪的这个事情啊 就也就是说我们就是带的那些脏霸的话呢 被那个精确发现了 然后就是因为脏霸是白分 其实我们印度去的时候脏霸口的特别多 就是那边都是只是一大袋 就是但这个呢就是被他们发现了 然后呢就是他们觉得是白色的这种坟墨 就是然后在海关人员的话呢 就是他们就觉得是这肯定是毒品啊 然后他们把我们看就是一个应该是这个就是 就是贩毒的那种猪死断壶 就是觉得是事情很严重 他们叫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惊他人 然后我们就是接受半天的话呢 就是他们还是不信 后来呢就是在当面就是要求吃那个脏霸 就是吃天的话呢就是好像脸上都都容易那个的 但最后的话呢就是他们就就相信了 然后呢我们做的时候也是当时他们有一个高高的这个警察 他说是我们就是为了就是社会的这种健康安全 这样的禁止外来人的这种这个事物的进入 就是下次你们的话呢就是也不要带这些 其实我们当时呢也没有带那个就是包括法王的布扣啊 就是这些就小哥就是在藏地的话呢就是根本不会离开的 这些的话呢害怕到了那个美国的话路上都是有十几个小时的这个飞机的话呢 那肯定没办法就是所有的包括这个法王的这些小哥啊 就是全部都当时是在家里没有带上来了 但是藏霸和那个其他的游戏吃的呢就是不得不带 就是带一些就是带来的话呢就是差点不是我们不让这个进去 这是记下来记得是有一点就是这样的记忆 其实这些是随便写的 就是让大家就是好好记写而已 就是也没有什么重要的意思 就是只不过是在这里的有些过程呢就是就记下来 那么这因为这件事情耽误的话呢 我们错过了原来呢就是从太像山的机场呢 就是到这个西洛的这个航班就是其实夏威夷呢 就是有好多的这个群岛就是组成的一个大的这个四个群岛 就是然后呢我们要去这个大道就是从夏威夷机场呢 就是到了大道的那个机场就是他那个机场的话呢 就是叫西洛好像英文当中西洛西洛西洛 还是西洛是吗西洛就是当时然后我们本来是就是上午到的 然后下午呢就是去了就是下午就是去结果在那机场 耽误了好长时间以后呢就这一趟就是就没办法 就只有盖这个下一趟 而且这个钱都全部都前面都已经废了 所以有时候干飞机的时候呢 就是接着这个下一站的话呢还是很紧张 就是有时候干不上下一站的话呢 就是又浪费钱了 就是这是我们一次性买飞机票呢 就一方面是很好的 但是前面的如果出现一些问题的话呢 后面的就都比较麻烦 我们经常就是遇到过很多次的 就是比较赶时间就是很麻烦 然后就没办法了 下午的这个飞机就没有了 就是只有盘晚的时候了 那那个时候呢就是法王 因为前面坐了很长时间的飞机 再加上的话呢就是在那里就是等的话 还是有点辛苦也没有什么特别就是好的那个地方 就是休息嘛就是然后后来呢就是就我们这个 因为法王那个当时是就是从这个藏地到那边的话呢 还是这个视察也是有18个小时期的 好像18个小时 像牛耀和那个我们藏地这边的话12个小时 包括加勒达的有些城市也是这样的 但是他这里呢就是法王也当时也没有到那个视察 就是就就在那里就是好像线线上呢就是法王显得有点疲劳 就是一直一直这个当着嘛就是当着 然后下午的时候呢我们从那个就是台下山机舱呢 就是到那个就是希罗的就是飞机 就是然后到了那边以后呢就是大概可能要一个多小时吧 一个小时 但有时候他们说四十几分钟 就是就不知道 就是可能他有时候 然后到了就是盘晚还没有这个落太阳 就是这个时候呢到了那边以后 就是从集成到那个他们的寺院也不是很远 就是盘晚才到了那个雷冲寺 雷冲寺呢他以前就叫做是穆布寺 就是好像就是三个世纪七十年代的时候呢 当时像日本就是可能不知道 是不是是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们弄的 然后后来就是被藏传佛教的那个大德们就是卖下来了 然后呢就是现在就变成了一个格鲁派的 就是然后他们也是学尼玛派的就是这么一个寺院 我们就就特意去去那个地方 其实坐飞机转来转去还是比较辛苦的 然后这个下面呢就是国际长途很贵的意思 就是我们安顿下来以后呢 法王如意宝就是说啊就是说是我们能不能给那个 佛学院打个电话就是说是我们已经顺利的到了这个美国 然后还有呢就是他老人家对那个康顶的那个领导呢 就是也跟他也说一下 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是大家都知道没有什么网络啊 也没有什么微信啊什么都没有 就是只能呢国际长途 国际长途的话呢就是也是很难的 就是其实那个时候美国也不是随随便便到处都打那个国际长途 其实国际长途是我们前面的是什么 然后呢就是0086是什么 006 0086就是应该是这个这边的这个国际号 然后呢就是按那个诚实的 然后就按那个电话就是当时就也没有办法 就是只好那个问那个那个主持的寺院的主持 那么叫罗证丹正就是罗证顿丹 罗证顿丹是很好的一个修行人 我都很想见他 他也很想见我 就是就但是他16年的时候 就是他说他现在已经可以了 在那边有在那个海道上一个一个出家人 他就就一直护持这个寺院嘛 就是然后呢16年15年的时候 好像那个他就离开那个回印度了 然后呢不觉得将来就是实现缘寂了 当时我们下面讲的法王的血都是他那个保存下来的 就是他是对法王特别特别有信心 对念师也是很有信心 对那种护法书特别有信心的一个浪漫 然后他说他有一个大哥大 就是那个黑色的一个大哥大 就是他说你可以用这个来打 然后我可以打学院打 学院是根本没有办法的 当时好像此时还有几个官家 他有就是有几个塑集的 但是这个是从国内要转 就是转了以后又要到那边就根本没办法 然后来的话呢 就是我跟那个法王的朋友大痛了 就是大痛了以后 我希望让他就是专交给这个 就是专告一下这个佛学院 就是我们已经到了 但是当时我有点怀疑 就是他已经就是因为晚上嘛 就是我们那边的晚上 但这边好像是下午还是什么的 就是然后他就喝醉了 就是在电话里面都是听得到 但是我看他还是比较清晰的 他说你们做完了以后的话 就是大概16号的时候 上级通知你们不能出国 然后我说我们已经到了 他说那就到了 就没有什么呢 就是我们还没有这个说完什么 就是聚聚 这个时候呢 坑波南部我在外面打 就是我们他那个寺院的外面 就是有一个就好像泉水一样的 很舒服的地方 我把打过到那的就是外面去打 就是这个时候呢 就是坑波南部就站在那个法王的 坐的门口 就是他看着我 我在那边说的时候呢 就坑波南部有时候 他就比较那个吧 就是现象上是比较比较外 比较厉害 就是我们都比较害怕他 然后他就哎哎哎哎哎 你别打了别打了 长久电话那么贵 你在干嘛 就是然后我就就没有说几句话的话 就是我说就这样吧 就是给他反正该说的已经说完了 就是他会不会转高 后来好像他确实是就转到四大线 然后四大线呢 就是转到我们这个佛学院这边 就是他们就很早就知道了 我们已经到了那边了 就是他他已经就是 就当时那个其实他说的也是对的 确实那个时候的国际电话的时候 好像一分钟都是好几块钱 就是美元好几块钱的 就是包括前几年的时候 如果是国际长途打的话呢还是二三块钱 就还是比较贵的 就是然后呢他就不让我打 第二天的时候早上呢 就是太阳刚刚出来的时候 法王呢就是给那个领导呢 就是他说他要给他打 然后我就接那个喇嘛的长途电话 然后法王呢就是在里面 就是法王呢好像给他讲的时间 就是时间就是稍微长一点 就是时间就是稍微长一点 但是那个时候呢 就是这个 那个时候呢就是 任南卓康波好几次都是看到这个法王 但是呢他不敢提醒法王 就是我在旁边呢 就是像你昨天晚上对我是那么凶 就是那你有本事给法王也说一下 但是他一直我就 我也给他就是就表示一下 就是法王一直打那么长时间 但是呢就是他一直不敢就是说什么 就是反正现在也记得很清楚 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是当天吧 就是当天还是之前 应该当天就是当天的话呢 法王在美国的这个主要英文翻译的话呢 一个叫桑吉堪中 他现在还在几十多岁的 一个就是美国的那个 然后美国人就是他学的藏文还是很好的 他以前也是跟很多包括就是这个 这个贝罗法王啊 邓周神波切 邓周法王啊 包括这个十六十干嘛巴 就是就很多人就是翻译过的 就是然后后来的话呢 就是像杨涛仁波切啊 就是很多大的就是去 包括现在那个坎布南鲁 就是到这个美国啊 法国啊 很多地方讲课的时候呢 就是他来翻译的 他就完全是用很流利的藏语来 就是可以给别人沟通的 就是这样的 然后呢就是他他呢就是也是就是就是从那个应该是这个 加利福利亚就是从那边飞过来了 然后呢就是翻译也来了 然后我们呢就是应该是在在美国的正正的这个 这个法王如意宝的这个传法呢 就是就可以开始了 就是那么明天的话呢就是可以第一次的这个讲法 今天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